大家好,我是永泉乘风破浪,勇往直前聚焦现实深度思考和离奇港部生活的滴滴滴滴 今天继续给大家推荐并学习一篇 昆仑册高级研究员著名文艺评论家陈仙逸先生所写的一篇文章 题目叫《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 它是一篇关于围绕联想事件而进行的一篇深度辨析的一篇文章 今天我们将以联想企业发展的历史层面 舆论层面、资本层面 以及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的几个维度 来共同关注一下这篇文章 主要是通过回顾联想的单点事件而引发了一些问题的思考 首先提到了关于5G投票事件 因为我们知道在联想把5G标准的关键的一票 偷给了美国高通 颇使中国华为出局 从而使5G标准的制定权落入了美国之手 举国愤怒 那么我们知道这件事诱发了对联想质疑的一个最主要的诱因 因为在家国情怀民族大义的面前 联想深深的刺痛了国人之心 第二个就是向美军捐献电脑这件事情 第三个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 及控制权流失的问题 第四个就是关于杨柳拿的一元年薪 与共同富裕大背景下不相容的这么一个问题 第五个就是关于延迟或者迟滞了这个中国科技发展的大业 通过这五方面的这个单点事件的罗列 那么也就是引出了联想问题 那么联想事件到现在已经发酵三个多月了 我们普通的百姓通过对联想事件的关注、质疑、讨论、深思、辨析 也逐步的厘清了联想事件的一些本质问题 使我们对联想事件的认知有了一个很高的提升 也使我们很多的普通的百姓的思考进一步深入了 那么这个深度的思考也在助推着 我们普通百姓希望国家稳定健康积极发展的 这么一个美好的诉求 接下来陈先生说 这场讨论表面上是关于有关资产转移 且化为私有的是与非的问题 实际上随着讨论的深入早就超出了话题的本身 牵扯到重大理论是非和改革发展方向的问题 他接着说 我们可以肯定的说 即使今天这件事情无疾而终 不明白的成为过往的历史 但是中国社会和普通大众对改革理论和虔诚的关注 人民对国有资产的走向表达的关切 几国上下对当下走向共同富裕争途上遭遇的巨大阻力和存在问题的关注 却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 通过前面的联想的单体事件而进行的概括总结 也就是说联想的事件通过讨论争论 那么明辨是非以后 大家对联想的事件的思考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和深入 那么同时对一些问题的本质呢 在逐渐的厘清 认识的也更加深刻了 因此让我们可以看出 这个讨论和争论 其实上就是在舆论和思想层面的一种斗争 接下来您看 他说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 为什么可以把这个争论或者讨论成为一种伟大的斗争 他用四个方面的原因进行了解释说明和概括 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原因 他说这场斗争关乎改革理论的大是大非 历史上之所以选择联想 是因为联想太肆以妄为 已经放弃了国格 他认为 仗持由美国这样一个世界巨无霸为后台 就万事大吉 就可以为所欲为 他认为 有一面改革开放的大旗这样的名不负实的金字招牌做装潢 便可以堵住万人口亿人口 让整个社会拿它没办法 但他们还是错估了人民的觉醒性和政治敏锐性 当他们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 比如向美军捐赠电脑 比如国有资产和国有控制权的流失 比如在党中将号召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懈的奋斗的当下 他们以一元内心向社会示 比如他们借用国家给的特殊政策 以营私大大延误了国家科技发展大义 网络媒体披露了大量及其震撼人心的事情 已经超出了人民容忍的底线 第一个就是由于5G投票的事件 丧失了国格 把票投给了高通 认为自己有了后台 就万事大吉 就可以为所欲为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说了 举着改革开放的大旗作为金字招牌来装红门面 就可以堵住普通百姓的嘴 让社会呢 那他没办法 他还是错估了人民的觉醒和政治敏锐性 我们说通过联想事件 的确也是在唤醒了人民的觉醒 由于这种觉醒引发了人们进一步的深度思考 在这种深度思考的过程中 触发了人们对政治敏锐性的关注 这也就是说违背了普通百姓所容忍的底线 好 接着看 第二点的原因是什么呢 陈先生接着说 人民通过联想的事件和这些年的发展 人们开始自发的自己教育自己了 人民特别是大批的知识分子 重新开始阅读资本论 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 因为这些年来 那些号称懂得资本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的被捧上天的所谓的经济的理论家们 是怎么用那些稀奇古怪的西方理论来忽悠我们人民和整个社会的 在很多鼠店我们发现 人们开始寻找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的著作 人们为什么要买这些东西呢 人们要从这些经典原著中去寻找解决认识问题的答案 通过阅读也是人民自我教育的过程 人们逐渐的明白 那些走向垄断买办的超级富豪们 已经和我们普通的百姓不是同路人 他们要干的就是一个在社会领域中国全面私有化 以最后瓦解我们的社会领域制度 那么通过这些年的发展 使一些知识分子和有知知识 通过阅读这些经典的著作来去寻找答案 来进行自我教育 通过学习来评判联想的所作所为 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通过百姓的自我教育 反思和深度的思索 也逐渐的明白了 这些人最后的目的 究竟是要干什么的问题 也就是说 他们的小心思 在人民的酒醒面前 已经暴露无遗 好 第三个 陈先生说 是因为人民通过一系列的触目惊心的事情 试破了那些时刻做梦 都在搞垄断和买办的超级富豪们 他们心里根本就没有百姓和人民 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 崛起超级财富 他们不仅要垄断经济 还要涉足政治 因为他们向往的是西方社会和他们的制度 他们羡慕和享受的是 娇尺阴异的豪华生活 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 已经被证明了的事实 主要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普通百姓通过 联想这一件又一件的触目惊心 所做的事实 我们也逐渐的厘清和认清了 这些垄断和买办的资本 他们心里根本就没有组过百姓和人民 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 是攫取超级财富 他们不仅垄断经济 而且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他们还要涉足政治 包括一些像泰山会 西山会 江南会等等 这些组织 他们的小心思 在觉醒的人民面前 终于被试破了 被国家取缔了 因此上 我们国家的发展 不应该受到这些垄断和买办资本的 超级富豪们的控制 也要认清这些垄断和买办资本的真实的嘴脸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好了 接着往下看 说这是一场伟大斗争的第三个原因 陈先生接着说 是因为这是捍卫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 通过几代人奋斗取得的巨大成果的斗争 要捍卫我们的红色的江山 说到底 就是要捍卫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 时间已经证明 并且在不断的继续证明 这些热衷于搞垄断和买办的资本家们 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民营企业家 更于改革无缘 他们实际上就是利用改革的旗号 巧取豪夺巨脸财富 他们与党内政府内的腐败官僚 沆瀣一气 组成向社会主义进攻的联合阵线 不论是思想上的 还是舆论上的一种斗争 或者一种争论 或者一种讨论 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维护我们得来不易的红色的江山 而捍卫我们的制度 这些垄断或者买办的资本 根本就是不是什么民营企业家 他们并不热衷于改革 他们实际上就是利用着改革的旗号 巧取豪夺 留取巨额的财富 那么呢 通过拥有了巨大的财富 与这些个政商结合 形成新的腐败 进行捆绑 那么呢 他们的真实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主要人台零容忍中 大量触目惊心的案例告诉我们 这里边都有官商结合的影子 他们通过资本的渗透 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 尤其是渗透到了一些政治方面 通过绑架这些个贪官 而达到自己真实的目的 这是细思极恐之事 因此上 陈先生说 这是伟大的斗争 好 接着往下看 第四个原因 陈先生说 是因为人民 已经从前苏联和东欧的惨重教训中 看到了我们巨大的危机 我们进行的是一场 反和平演变的伟大斗争 这几乎关乎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未来 而那些搞买办和垄断的超级富豪们 因为他们提供的理论 根据的某些理论家们 他们最恨最怕的就是共同富裕 与美国的资本大佬们一样 他们极其仇恨我们共同富裕这个决策 他们惊恐万壮 千方百计破坏了这个战略绝境的实施 所以今天民众已经看清了这些人的想恶内心 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资本来到这个世界上 我们都知道是逐利弹性 同时呢 每一个毛孔都顺低着这种肮脏的血液 那么资本最喜欢什么呢 第一最喜欢自由的市场环境 它可以为所欲为进行垄断 进行攫取财富 第二个喜欢什么呢 喜欢人民的杀杀和愚昧 因为这样就可以慢慢的去收割 最怕的是什么呢 最怕的就是人民的共同富裕之策 那就是说这些资本就会失去了一些市场和机会 使赚取财富 攫取财富的这个过程 就会受到限制 就会装进笼子里 就会设置红绿灯 就会设置准入门槛 因此上他们是最忌惮的 同时他们最害怕的就是民众的觉醒 因为民众的觉醒已经认清了他们这些真实的嘴脸 看到了事情的本质 通过联想这件事情的发酵 让人民的认知有了一个提高的过程 而这种提高就是人民苏醒的过程 觉醒的过程 也是助推我们社会健康稳步发展的一股重要的力量和基石 因此陈先生说了这是一场伟大斗争的四个原因 也是从思想面 舆论面和一些问题的实质进行了论证 很有深度 最后陈先生说 这场斗争任何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公民 恐怕都不能置身身外 因为这场斗争是一切反社会主义邪恶势力进行的斗争 是确保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实现伟大的中国梦的斗争 我们一定要众志成城 确保这场捍卫社会主义伟大原则斗争的胜利 好 这篇文章我们就学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